試試看 如果因為這個也是後面我們的重點 跨工作表 因為也是 我們這課程很重要的一部分 就是說不只是儲存格範圍 單工作表 如果我今天希望能夠多工作表 那什麼叫多工作表 今天我希望 可不可以幫我把班級 可能突然老闆說你不要這種下拉清單 這下拉清單雖然說 效果已經不錯了 但是 我希望他能夠直接就幫我變成一個工作表 也就是說呢 直接你就是一班 這些人就幫我直接開一個新的工作表 然後就把名稱叫做一班 然後就把這邊裡面叫一班的東西 放過來 二班就放二班 三班就放三班 這其實有點難度 方法很多 其實坊間的書籍 有些是教我們用錄製聚集 然後再修改 可不可以 可以 可是我覺得 好像也賺不到什麼便宜啦 就是因為你錄下來的程式其實非常冗長一大堆 然後你改有時候還要知道哪些地方要改哪些不要改 所以我們什麼比較簡單的方法 不過好像看起來應該簡單不到哪裡去 因為這邊會牽涉到一個物件 叫做工作表 就是蓄詞 也就是說呢 你將來要跨工作表的話 你就是 要如何 學會的 第一個 如何新增工作表 第二步的話呢 你會把它放在這裡 第二個 如何變更工作表名稱 第三個呢 把找到的東西自動放在 新工作表裡面 然後並且再幫我開一個新的 這個放一班 這個放二班 再放三班 意思類推 OK 最後 也許還需要學會什麼 如果我老闆突然說 那你可能再多一個功能給我 如果我不要這些工作表了 你可以給我一個刪除工作表功能 OK 如果有的話 他就覺得很方便 最好是什麼 以後甚至他按一下 可能連 報表都出來 連圖表都自動顯示 那會更好 按一下 他自己去切 自動看到他要的結果 不過前提是 你要能夠把這個東西給變出來 怎麼做 請各位想想看 有沒有什麼方法 畫面先再還給各位一下 那我們也先休息一下 待會再來看 如何把 一班放一班 二班放二班 有沒有什麼好方法 最好是越簡單 當然我這邊提供給各位 就是 我是經過 思考 咀嚼過 之後 我目前想到 應該算是最簡單的方法 最直覺的方法 就直接告訴你 當然如果你有 找到更簡單的方法 也許你可以告訴我 我想 目前 還有就是我覺得直覺的方法 OK 待會我們再來看 怎麼做比較簡單 我大概秀給各位看一下 不過我發現 這個地方如果說 不用篩選來寫 也是可以 只是 會 很複雜 OK 所以其實好像這邊如果用篩選 到的結果再複製過去 可能會 比較簡單一些些 那我大概跟各位講一下 我大概秀一下這個結果 大家等一下 可能要學會幾個 第一個 你一定要先學會 我先把這個刪掉 刪除的話 你至少要學會 如何 第一個要先新增 怎麼樣去新增 那個 那個工作 表部分 所以新增工作表 部分的話 我在 雲端上面 其實也有 放 P字新增 不過這個P字新增的話 就這一段 從那個 這邊 P字新增工作表 我先把它用貼 我先把它貼到 這邊 底下 OK 那其實新增裡面的話 我大概demo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 你可能要先預先先做 產生 幾件事 第一個 先產生一班二班 因為我們需要一個清單 那我就按照這個清單 把它怎麼樣 先抓一個 產生一個新的 等於是說 New一個新的工作表 然後把它名稱改成一班 然後換New第二班 就也一樣 重新命名第三班 這個清單怎麼做的 其實我剛剛講的 你可以把這個A欄的資料 複製過來 貼到這邊來 那因為他會有重複的 那怎麼辦呢 記得這個蠻好用的功能 叫移除重複 OK 像以前 那個我記得 2003以前的版本 都沒有移除重複 所以以前都是要自己寫 自己寫很簡單 比對比對比對嘛 或者你先排序一下 全部排序完之後 然後 如果你 你跟上面一樣就把它刪掉 你跟上面一樣就把它刪掉 留下 只有剩一個 有方法很多啦 不過已經有人就不用 沒事就還要自己寫 把它先 產生有班級 一班 二班 三班 那當然呢 我們第一個 至少你要學 因為後面呢 我們會需要學會 跨工作表 所以後面的重點 就是 如何去操作那個蓄執物件 特別是 剛剛我們主要是 Range 物件 OK 再來的話 就是蓄執物件 也就是把範圍再擴大 這個蓄執物件 基本上也蠻好理解 反正 新增工作表 就是 點Add的方法 有沒有 然後呢 如果你要變更它的名稱 就點Name的屬性 把名稱改 改掉就可以了 刪除就點Delete 但是那個點Delete有個麻煩的地方就是 它如果Delete 它會向前递補 所以它的順序會亂掉 所以建議是 不要從頭前面刪 而是從後面刪回來 比較沒有問題 我大概Demo一下幾個 第一個 如果新增 所以新增的部分的話 程式 主要就這幾行 大概就是 跑一個回圈 我先 這個先 就我剛剛貼上的 直接這樣Range給各位看 執行 結果有沒有看到 底下就有什麼 就是有一班 有沒有 這個Range完之後 可以產生的結果 這邊會產生什麼 一班 二班 三班 有沒有 也是一樣 這個名稱的來源就是 根據剛剛L欄的 一班 二班 所以你記得 那個L欄一定要 一班 如果沒有 那你也就沒辦法產生 第二個你可能要學會 如何刪除 刪除的話記得 一定要倒過來刪 所以你要寫一個反向回圈 OK刪除 有沒有 一二三不見了 新增 這怎麼寫 特別是 我們先從 這兩個開始好了 一般我覺得 這比較簡單 因為分割的話 程式就複雜 許多了 所以第一個 一定要先 學會新增 學會刪除 首先的話 一樣 我們來 直接來看一下 第一個 請各位 直接打一個 打一個 Sug 然後也許 你就打一個 P4 新增 工作表 Enter就可以了 他 頭跟尾 會幫你產生 好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來寫 如何 新增 OK 特別注意 其實這個道理也跟前面 差不多 只是說 多要學一個 所謂的 序則物件 然後呢 我們需要什麼 E 我先打一個 FOR回圈好了 FOR I 等於 我要產生的 剛好在第2列 到第幾列呢 到第4列 但你可以向下追蹤 這個以前我們都寫過啦 所以如果 你可以自己再把 那個4的部分 改寫成向下追蹤 再來的話 就是說什麼 我已經知道說 我要的名稱 在L欄的 第2列到第4列 我範圍先確定了 第二件事情的話呢 就是我 先怎麼樣呢 先在這邊按下一個 這個工作表 新增的動作 當然這個動作以前你用滑鼠啦 不過你如果說 還是像以前一樣 那就沒有效率 所以以後如果你大量新增 工作表 你就可以用這個方法 比如你網路上來一堆 你就自動新增 自動把資料放進去 有沒有 自動再換 再新增一個 自動再放 反正 管它有幾個 你就一直讓它 自動新增 所以你要學會 如何新增 新增的方法很簡單 就是 SHITS 這個物件 序則物件 它裡面呢 有一個方法 叫 所以你點下去 第一個就是 新增 空一格之後 它會問你幾個問題 before 還是after before的話 意思是說 那你是要放在 哪一個工作表的前面呢 還是哪一個工作表的後面呢 所以一般的話 我們習慣都會放在最後面 所以怎麼放在最後面 理論上就是 放在 最後那一個 的後面 所以特別是說 放在最後那個的後面的話 敘述方法就是要after 打一個after 冒號等於 是說我要傳遞一個參數 給那個after 跟它講說 我要放在 哪一個呢 就是SHITS 一樣是SHITS SHITS刮符之後的話 跟它講說 最後那一個 不過最後那一個 現在是第二個 OK 可是問題來了 如果你現在 add 假設說 你現在兩個嘛 可是你add變三個 這個數字應該就要 最後面那個應該就變三了 所以這個數字你不能用固定 要怎麼辦 有沒有什麼方式可以知道說 到底 目前 工作表的總數是多少 特別是說 如果你要知道工作表總數的話 有個 屬性 叫做SHITS 一樣 特別是說 S一樣SHITS 點 count 特別是說 點 count你會發現它的屬性 意思是說目前有幾個 所以 這邊的話 一個兩個 這邊就二 如果三個這邊就變三 意思是說 我要 所以這一句話 如果以後你 不想 了解太多你就先 把它記下來 這個意思是說我要把它新增到最後面的意思 OK所以這一句話的意思 OK 細節部分我想自己再了解一下 再來的話呢 如果你 如果你執行好假如我現在 RUN一下 我這邊設中斷點 中斷點這邊是加 好像在 YouTube下方有同學留言說 老師怎麼加他不會 我現在直接講 點一下就是加 點一下就是取消 那 我可以 其實有的時候你寫程式 可以一邊寫 如果你後面那一行 不會寫 你可以先停在這邊 然後讓他 讓他RUN一下 RUN到這邊按F8 不要 不要讓他再跑 你要按F8就是 讓他跑下一行 你可以看一下下面的那個狀態 有沒有發現 這個時候怎麼樣 他就幫我新增了一個工作表 但是問題名稱不叫 那個什麼呢 不叫我們要 給名字一般 所以特別重要接下來 你可以 把他 在下面一行 改名稱 那改名稱 我怎麼怎麼改 特別重要就是 最後那個的名稱 改成叫一般 其實就是 最後那個就是這個 去詞 去點看 所以其實很簡單 我習慣的把它複製 拖拉加Ctrl鍵 的名字 點Name 點Name就是 最後那個工作表的名稱 叫什麼 等於 那我要取 的名稱在前面 所以你可以 一般是什麼 Sale 我們就是那個名稱叫 Sales 的 Idea 的 L欄 不過 特別注意喔 特別注意他一點 如果說你要RUN它的話 你可以 把它拉上去 特別要VBA有個很棒的功能 就是可以讓程式回頭 有沒有 回頭的方法很簡單 箭頭按住不要放 往上拖拉 他就回頭了 那你這個時候可以再按 F F8去執行 所以執行看一下 OK 不過特別注意喔 你會發現這個時候應該會出錯啦 因為喔 他這個的L欄 L欄裡面的第幾列 沒有東西嘛 所以他一定會跟你講什麼 啊 這個 但你看半天 所以之前有同意說 老師 1004是什麼意思啊 你問我怎麼知道 其實 他是有相關 其實問題應該出在什麼 就是你不能給一個空的 值 變成他的名字 所以這個錯應該錯在哪裡 喔 特別注意喔 應該是這個工作表 所以特別注意 如果你要跟他講說 我那個儲存格是在 第一個工作表的話 那有個方法就是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序齒 在前面加上跟他講說 哪一個序齒 瓜糊 第一個就好了 或者是那個的名稱啦 你也可以這樣啦 雙引號 然後打序則1 不過這邊拖籃一下啦 乾脆1好了 就第一個那個喔 OK 這邊 剛剛會 就是出錯 現在呢 你可以改完之後 再按F8 會不會錯呢 看一下 有沒有 改了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個也是一個技巧 以後如果說 假如呢 你們程式還不太會寫的話啦 至少你這些技巧都要會 因為這些技巧是喔 可以讓你 程式可以回頭 然後可以慢慢走 不用說一下那麼急 程式你說一下馬上學的精通喔 不容易啦 需要時間 所以這些技巧也可以把它記下來 再來的話就是 讓他繼續跑 所以F8 然後這個時候的話 他又再 一個新的 有沒有 工作表34 不過這個數字有時候會跳喔 然後再 重新命名 乘2班 再回頭 再新增一個 變3班 然後再 有嗎沒有了 and sub就結束 不過其實應該貼心一點 應該是讓他回去 所以如果讓他回去的話 其實你就是寫一個 序扯1 讓他回去的話 就是他有個方法 叫 slate 他有個方法叫 slate 顧名思義嘛就是 讓他怎麼樣 讓他點一下 然後回頭到前面去 所以 再跑一次 把他刪 手動刪一下 因為我們現在刪除還沒寫完 所以呢我就把他刪掉 然後再讓他F8一下 比如我這一班 二班 三班 最後slate的有沒有 就是游標跳回去 到 第一個 這樣就ok了 所以特別是新增工作表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說 請各位一定要學會什麼 學會這個物件 shits 裡面最重要的就是 add的方法 add 新增工作表 到哪裡 特別是after 當然未來你也可以用before 你可以寫到前面 不會一般習慣是放後面 寫到最後一個 ok然後呢 重新命名成這個名字 這個 比較容易錯的是 這個工作表名字 因為 我們現在已經是跨工作表 所以特別注意 你一定要跟他講哪個工作表 不然他會以為你現在的這個工作表 這也是最容易出錯啦 其實坦白講我自己也常常錯 因為常常 到底是這個還是那個 啊怎麼辦 沒關係你可以透過中斷模式 反正你也不用急著用 腦袋一直在那邊想 沒問題就停下來 然後他跳了你再寫下一行 這樣也是一招啦 我覺得這個 其實坦白講我自己也常常這樣寫 因為我說真的沒有人那麼厲害 腦袋把他當電腦來跑 那一定很累了 所以你停下來 再寫下一行 OK那應該基本上就沒什麼錯誤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如何批次 新增工作表 待會再來批次刪除 OK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其實未來 我們後面其實蠻多地方 因為都會跨工作表 所以先講一下這部分 後面其實都還會用到 反正舉凡後面那個工作表的一些綜合性的應用 一定都要會 這樣的話以後呢 你就不需要局限在 同一個工作表裡面 你要把資料做分割 你要把資料做合併 其實 道理都是相通的 也就是你要快速把 工作表產生出來 然後放你要的篩選完的資料 產生報表 產生圖表 有沒有 整個 就是你們老闆說 你要什麼東西 沒關係按鈕按下去 自動跑出來了 你要看就自己再按下去看就可以了 哇這太方便了 OK 當然也是需要有人 做出這些東西來 不過這個 還是先要從最基本 就是說 如何 批次新增工作表 所以 重點就是 .add的方法 跟那個 .name的屬性 試一下